花蓮縣衛生局去年推出的妇嬰照護三大方案 今年再爭取到花冬基金 擴充了四個新的項目 11日上午舉行了 妇嬰照護2.07大好運禮的啟動記者會 增加了母血糖市政篩檢 人成糖尿病篩檢 百日科疫苗 秘乳諮詢門診等內容 期盼可以提升花蓮縣孕婦及犧牲兒全方位的照護 去年花蓮縣府推出全國首創妇嬰照護政策 包含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 妇嬰照護營養券 及全縣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等三大行動方案 今年爭取到花冬基金 擴充了母血糖市政篩檢 妊生糖尿病篩檢 百日科疫苗 秘乳諮詢門診四個項目 妇嬰七大政策其實在我們去年開始 做我們新生兒免費的篩檢 再到我們的孕前產後 我們的營養金的補助法榜 其實對於花蓮的我們新生兒的死亡率 其實大大的降低 這是給我們非常非常大的鼓舞 我們很多新生兒的 就是我們小一歲孩子的百日科感染源 學校還是我們的孕婦或是爸跟他親密接觸的人 而只要第一歲以內的孩子 尤其是六月以內的孩子 一旦感染到百日科周圍六到七成他都要註冽 那有大概兩成會非常的嚴重 那即使在美國 它都有百日科的死亡率 所以我們一直在追求要降低新生兒的死亡率 所以百日科疫苗實際上對新生兒降低死亡率 活動現場也要請受到照護方案 定居花蓮的夫妻分享心得 寶寶順便出產 出生之後啊 出產師阿姨替寶寶做了新生兒篩檢 連新生兒篩檢也都有補助 也像我們這種小家庭啊 來說真的是減輕了一些負擔 這也是和其他縣市醫院 感覺到不難之處 謝謝花蓮給我們一個很棒的 懷孕生產育兒經歷 在這裡孕婦及嬰兒都受到麻煩的照顧 真的很幸福 是一個好生小孩的地方 新增項目包含節日期開辦的母血糖氏症篩檢 妊娠糖尿病篩檢補助費用1000元 百日科疫苗補助接種費用1400元 另外補助由母乳捕育困擾的高風險孕婦 母乳諮詢費用 此判提升花蓮縣孕婦及新生兒全方位的照護 有需處的民眾可致花蓮縣衛生局了解更多 接著講邦宴花蓮市報導